有网友发现很多修理工在给车辆的真空轮胎充气时 都会抱着一个压缩空气罐子 让罐子上的喷嘴和地面保持一定夹角 同时与轮毂边缘的缝隙保持些许距离并打开阀门 瞬间白雾四起 只见轮胎跳动一下就被充得又黑又胖 这种工具叫轮胎爆充气 作用是把罐子里压缩空气的能量瞬间转移到轮胎里 让轮胎在内部的气团急速膨胀中 来不及泄漏就被撑起来和轮毂形成蜜蜂 为了进一步研究其工作原理 一位网友来到车库 用压缩空气喷管吹他家直升机的闲窗玻璃 结果玻璃上出现了水雾并结冰 这和爆充气工作时白雾弥漫的现象十分类似 原来无论是压缩气枪还是爆充气 都使用了间缩喷管让气体在喷出前进一步加速 如果忽略管壁的摩擦和热交换 那么空气在间缩管里的加速过程 就是没有能量损失的绝热膨胀 气体要在管中加速 动能不断提高 只能以内能减小作为补偿 而压缩气枪或爆充气的喷嘴里 就可看作近似的绝热膨胀 气体内能被不断转化成为前进的动能 造成温度压力不断降低 使空气里的水蒸气凝结形成白雾 亦或是出现冰晶 同时罐子里的高压空气喷出时 成了低压高速气流 还造成压缩空气的净压被一分为二 变为喷流较低的净压和较高的动压 当气流通过缝隙冲击到轮毂表面时 会被撞击面急剧减速压缩 于是气流的动压很大一部分 又恢复成了气团的净压 造成气流冲击点附近的空气压力瞬间提高 这就相当于低压高速气流 通过冲击面上的压力恢复 把气瓶里的高压空气 直接转移到了轮胎里才开始膨胀 将轮胎瞬间撑起 由于这种能量转移的过程 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空腔内的压力骤然提高时 对轮胎形成了强烈冲击 但有时我们自己也不得不用肉身 来承受这种能量转移带来的冲击 比如一位网友发来私信 说他某一天下班回家时 由于按挫电梯 莫名其妙来到了一间奇怪的地下车库 这里看起来像是back rooms 但该网友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扇厚重的金属门 台词上写着扩散式 进去一看屋子墙壁上还有一个小门 门牌写着绿毒室 里面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些管道和罐子 墙上还有个小门 上面写着集气室 网友推门进去 发现这间小屋子也装着厚实的金属门 而门里面是一间更小的屋子 其中只有一根数值的通风管道 当好奇的网友走进和这间屋子连通的房间 发现已经无路可走 这间屋里连接着隔壁绿毒室的管道 此时网友赶到房间里又潮又热 而背后却冷汗直茂 于是战战兢兢原路返回到扩散室 才发现这间屋子还有一扇金属门 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 房间的转角连接着一条楼梯 牌子上写着出口 此时网友已经吓得全身瘫软 顺着楼梯向上爬行 最终爬出了那个奇怪的空间 于是网友想知道门上写的集气室 扩散室和绿毒室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网友进入的并不是back rooms 而是萌萌站队的防核暴地下室 如果有一天人们听到防空警报 用最后20分钟躲进这个地下停车场 会发现当数百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凌空引爆时 冲击波由于和地面形成马赫反射 变成一堵树直的墙 这被称之为马赫杆 这堵超音速的击波墙 会首先顺着入口跑进来 并在车库里来回反射 里面的人被扫过非死即伤 而击波将暴吸能量转移进车库的过程 和爆充器的能量转移进轮胎的过程十分类似 只不过击波转移的是瞬间的超压 但马赫杆扫到人房入口的通风防暴门时 拨灭后的高压区会让铁门前后 受到强大压差而自行关闭 但在关闭前有一些马赫杆 还是顺着缝隙跑进了扩散室里 于是残余的击波就在这个屋子里 来回反射消耗能量 从而使扩散室隔壁的群众免受击波的摧残 但马赫杆在扩散中 还会顺着通风管道进入人房地下室 因此通风井的小房间 与外宣这个和平时期 用来增加换气量的集气室之间 也要安装自关闭防暴门 并且让铁波在通风井的扩散室里反射衰减 因此人们通过扩散室 让漏网铁波所转移来的能量无处发威 暂时保住了群众的性命 但接下来放射性尘埃和空气 顺着通风管被抽了进来 于是预读室开始发挥作用 跑进风井扩散室里的污染空气 会顺着管道进入除尘器和过滤吸收器 空气的放射性会显著降低 然后被抽进与避难清洁区连通的进风机房 负责驱动风机的是若干求生欲很强的青年 他们四人一组 84小时不停踩踏人力风机 一边抽取过滤后的空气排放到清洁区 一边顺带着给群众们发电照明 看来要想在审判日生存下去 我们除了要了解击波转移能量的威力 还要了解自己的体力 一边合理编组 让这台续命自行车尽可能地运转下去 感谢观看